央行公布,一年三次降房贷利率,下半年刚需到底要不要买房? 今年央行对楼市发大招了,8月20号,央行公布了新的LPR数据, 集中与房贷利率相关的五年期LPR再次下降, 从5月份的4.45%再降低15个基点,目前达到4.3%。 但这已经不是央行在今年第一次下调房贷利率了,而是第三次。 今年分别在1月20号、5月20号都进行了下调, 计算下来从去年12月的4.65%到现在, 房贷利率已经在今年总共降低了35个基点。 而对于首套房来说,利率目前最低可以低至4.1%, 这个水平到底低到什么地步呢? 2009年打7周后的房贷利率为4.156%, 也就是说,目前首套房最低房贷利率已经跌回2009年以前的低水平。 那么在央行三次下降房贷利率,利率最低在4.1%的水平后, 对于购物房者来说,最多买房能省下多少钱呢? 网上有分析说,给省24万的利息,这是真的吗? 我找到了这个数据的出处,是媒体举出的一个例子, 但并不是说,每个购房者都能少还24万元, 而是必须按照300万元一套房的购买标准。 属于30年等额本息还款,每个月少还669元, 按照30年还款才能省下24万元的利息。 但实际普通家庭很难买得起300万的房子, 并且相比100万元的房价24万元要分摊在每个月, 其实仍然要还不少钱。 但不管怎么说,房贷利率下降这么大的水平, 对楼市的购房刺激信号不养二遇。 那么刚需们,到底该不该趁自己会赶紧入市买房呢? 我觉得要考虑两个条件。 第一,对房价的承受能力。 只看房贷利率目前下降的水平确实很高, 尤其是一年连降三次。 要知道今年第一次在1月份下调房贷利率时, 相距去年及以前房贷利率下降时间的间隔已经过去了20个月, 可是今年却能在8个月内连续三次下调房贷利率。 可见国家对刺激楼市回温已经是迫在眉睫。 但宏观来看, 买越贵的房子, 房贷利息越多, 同时在房贷利率下调后, 就会显得省下的钱越多。 说明要想多省钱, 你要花更多钱买房。 但目前的商品房价格却不容小觑, 因为经测算, 1月份到7月份, 全国商品住宅均价为1036元每平方米。 而在1到6月的时候, 房子均价还在9586.34元每平方米。 房价已经重回万元时代, 面对每平米破万的房价, 购买一套中规中矩在100平米的房子。 即使目前多省首付低至20%, 也要负担20多万的首付。 一般家庭要在保证生活开销, 抵御意外等生活风险的基础上, 拿出这笔存款也是非常困难的。 因此千万不要硬着头皮买房, 一旦继续用钱, 你将是出现艰难。 第二,房产增值和吃房成本的消耗。 房价高位横盘下, 刚需买房已经是有心无力, 房价在大幅度上涨, 这会让更多人买不起, 那只能是危涨。 究竟原因, 这只房子已经不是物以稀为贵, 而是供大于求。 今年贝克研究院就调研了 28个典型的大中城市。 工资率处于12%是高区间, 大中城市原来是人口多, 住宅需求量大的地区, 楼市状态尚且冷淡。 小城市的住房需求量可想而知将更差, 本身房价上涨, 房子增值看的就是供需, 需求越多, 房价才能稳定上涨, 反之只能是一路继续走低。 从政策拔控上, 今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, 对房地产再次强调了房住不炒和三文原则。 房产增值空间仍然有限, 那么即便是有钱的投资客也不会再高价买房投资。 现在买房只能用于资助, 如果是想通过将存款变房子, 等着房产升值, 全家支付, 现在将是难以实现的梦想。 并且从成本来说, 收工摊、汽水、维护维修费、 物业费、装修费等等买房附加投入。 除了购房款之外, 翅膀成本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 每年要交物业费和使用公共设施的工摊费用, 一边是难以大幅升值的房子, 另一边是持续连年提高的翅膀成本。 买房这件事, 刚需还是要深思熟虑后, 再出售会比较安全。 第二, 未经许会比较安全。 再出售会比较安全。 无法完成议会比较安全。 接下来。